8月6日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乌克兰问题和平会议已落下帷幕 此次会议沙特邀请了40多个国家 除了美西方国家之外 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受邀出席 虽然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探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之道 但作为当事国之一的俄罗斯却不再受邀之列 而被排除在外的俄罗斯似乎也开始担忧起来 在会议结束后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俄方期待参加会议的金砖国家向俄罗斯通报会议磋商进展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场和平会议召开之前 俄罗斯曾多次放话 称西方准备通过峰会构建反俄罗斯联盟 俄罗斯会继续关注会议 扎哈罗瓦也表示和平会议并非毫无益处 至少能让西方明白泽连斯基的和平方案就是死胡同一条 俄方此言也是在暗暗提醒中国 在不邀请俄罗斯的情况下 这次会议必然是一边倒地批评俄罗斯 但中方仍然派出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徽参会 既表明中方劝和促谈的决心 也表明中方不受任何干扰 对于这次会议 美西方国家选沙特作为举办国 一方面是基于现如今中国与沙特的友好关系 另一方面则带有明显的挑拨离间意味 外界曾报道称 西方主导的会议选择沙特作为举办国的原因 是希望通过此举邀请中国参会 进而挑拨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这一假设在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的社交媒体宣布中得到了印证 他将此次中方接受沙特邀请的行为称为历史性突破和巨大胜利 这番言论显然意在带节奏 试图误导国际社会 另外 在沙特会议召开期间 还有消息传出称 俄罗斯计划将中方驻俄大使张汉辉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然而 俄罗斯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对此进行了辟谣 他们明确表示 这一传闻纯属谣言 识别有用心之人试图破坏中俄关系 从以上种种迹象来看 西方选沙特作为举办国的背后动机并不单纯 而在和平会议之后 扎哈罗瓦喊话称 期待与会金砖国家向俄方通报磋商情况 可以看到 俄方的话语指向性很明显 范围基本缩小在金砖国家中 其中 中国又是俄罗斯最想沟通的国家 之所以这么说 和西方媒体大家渲染中国参会 是重大外交成果不无关系 俄罗斯要考虑中国的立场是否有变 很显然 中俄都是有政治智慧的大国 对于西方国家的挑拨离间还是很清楚的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 8月7日在沙特的和平会议结束后 中俄外长进行通话 双方就乌克兰危机 推动金砖机制蓬勃发展等热点问题 交换意见 沟通是打消疑虑的最佳方式 中方用实际行动告诉俄方 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的决心 至此 俄罗斯担忧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总的来说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中俄相互协同可以平衡国际力量 防止出现过于偏向一方的局面 从而维护国际战略平衡 此外 中俄相互协同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作为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大国 中俄的合作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选择 并通过双边合作与多边对话 来推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 对于西方来说 与其挑拨中俄关系 更应该多思考乌克兰问题如何收场 以及波兰与乌克兰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如何解决 乌克兰危机持续已久 局势动荡 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冲突扩大的风险 解决乌克兰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通过对话与妥协找到一个符合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 沙特会议被西方利用成为工具 注定是失败与无效的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